那么我们在造业的时候 有些业是很强大的 也就是说它对我们的来生的生命 会有主导性有影响力的 这个我们叫增长业 有些业你虽然造了 它对我们业种子的增长 不会产生影响 也就是说你造了它 对你来生你该去哪里 你还去哪里 它不影响你来生的 我报的 这个叫不增长业 是这个意思 那么这个地方 一切式地论先用不增长业 来反推增长业 先讲出什么是不增长业 然后它相反的情况就是增长业 这个地方有十种 我们先把它练一遍 请合掌 不增长业 一遇谐施地论 列有十种 一梦所作业 二无知所作业 三无故思所作业 四不立不恕所作业 五狂乱所作业 六失念所作业 七非要欲所作业 八自信无忌业 九悔所损业 十对治所损业 除上十种 其余朱业 皆有增长 增进 长养 业种之力量 名为增长业 好我们先看增长业 第一个 梦所作业 我们一天平均会做五个梦 我们在梦中也会做很多很多的好事跟坏事 但是这个梦中所作的任何的业 你在梦中会拜佛 你在梦中也会骂人 但是这个业对你的果报都没有太大影响 理由只有一个 因为他的心思是暗顿的 他不清楚 梦中所作业 维世学 他引用这个畜生道 他说这个老虎 他去吃一只羊 这个业对这个老虎 他是不增长业 因为他是一次暗顿的 所以畜生道 畜生道基本上没什么造业功能 除非 他修成了畜生的精 他吸收这个日月的精华 他能够变现成人 那他有造业能力了 正常的畜生道 他一生当中只有承受果报 他没有创造业力的力量 维世学上说 老虎是吃动物 如果是罪业 那糟糕了 那就形成一因多果 他过去生造了一个罪业 变成老虎 老虎的时候造罪业 那完了 那上面就没有反复的机会 所以老虎的果报 他不管造善造恶 全部是不增长业 因为他的心是暗顿 畜生道的心是 绝大部分是暗顿的 绝大部分 所以他造的业通通不算 他只是在酬长过去的果报 他会吃它 他过去就是在还债而已 他没有创造业力的能力 就跟我们做梦一样 你梦中 意识所造的业 完全是不影响你的果报 但是 当你醒过来的时候 你就要注意了 你开始回忆你所梦中的业 你开始回忆的时候 恋恋的水洗赞叹 不管它是善业 你开始醒过来的时候 这个就增长业了 因为你已经醒过来了 是这样子的 所以佛多告诉我们 佛弟子说 你梦中造的恶业 你请过来一定要忏悔 虽然它不增长 但是你不忏悔 你就很容易去回忆 会去水洗 是这个意思 第二个 无知所作业 这个无知就是没有知觉 你可能被人家用药物的催眠 或者鬼神的迷惑 你是处于一种昏迷 非常昏昧的状态 去造业了 你受到别人这个 外道的药物的催眠 或者鬼神的掌控 这个对你来说 你造的任何业 不增长业 第三个 无故事所作业 就是你 你不是故意的 你从你家开车来 洛杉矶进中学会上课 你这个车压死了20只蚂蚁 这个也不算在你头上 它不能影响你的总报 因为你开车 你的目的是要 是来上课的 你没有杀害它的动机 这个我们在接近讲 你没有动机 没有杀心 所以你走路的时候 你要真的不小心 不故意的踩死蚂蚁 这个都不增长业 它对你来生的 这个果报不能产生主导力 当然你跟它有别报 它来生看到你 可能会不喜欢你 因为你踩过它 但是这个业 不足以让你到三二道具 没有那个力量 所以这个没有三千种报 但是应该会有别报 第四个 不利不述所作业 不利就是指它的心态 它不是猛力的 不速指的是它的次数 它只有做过一次 就是说 你可能在年轻的时候 你曾经做过一件错事 但是你做这错事的时候 受外境的引导 误导 诱惑 而且你做了这次以后 你就身上的忏悔 发言不再照做了 你就是这个在地上 偶一大师说 叫偶一为之 你就做一次 那么这次呢 也不是你本 立的很强烈的愿意 这是环境的误导 环境的诱惑 然后做了以后呢 你就永断相信 这个业在第八师是存在 但是没有主导的力量 因为它没有构成 深深耗药 硕硕现行 对你来生 不能构成大的影响 对你往生 也不能构成障碍 除非你以后要继续造作 这就是不立不素 这两个要是 要合起来 要不立而且不素 第五狂乱手作业 就精神错乱了 你这个精神 精神错乱的标准 在决定上说 要见火而捉 看到火要去抓他了 要到这种程度 这个才叫做不增长业 第六个失念手作业 就一时的失念 你平常受死八观 八观大家就很严格 但是你后来 跟大家在聊天的时候 突然间过午了 人家拿一个水果给你吃 你不小心就吃了 你一跟他讲话 很专心嘛 但是你一时的失念 这个不增长业 因为你平常都持得非常严谨 你只是一时的失念 那么做了以后 马上忏悔 断相信心 这个叫失念所作业 这个是不增长业 第七个 非要欲所作业 就是说你做这件事情 被他力所逼迫 有强大的盗贼 或者恶势力逼迫你 非得 当然这个逼迫的条件 要有命难 你生命受到威胁了 这个你去做 也是不增长业 非要 不是你的心中的愿望 第八个 自信无忌业 就是他本身就是无忌了 你在散步了 剪指甲 他本来就是没有善恶的 这个也是 不能对我们生命产生 这个引导 这个八个 就是就着你当时造业的一个心态 来安利 这个不增长业 那么我们这个八个 我们可以把它反推 那什么是增长业 从这八个的相反的作用 有三个条件 第一个 你的心是要清楚明了 他不是在昏昧睡眠的状态 很清楚 你知道你在做什么 第一个 第二个 你要深深耗耀 你做这件事情是发射你内心的愿望 第二个 第三个 硕硕现行 你要经常造作 我们举一个实际的历史故事 来做一个说明这个不增长业的情况 孔夫子 他周游列国 他有一天来到了魏国 就是魏宁公在魏的时候魏国 魏宁公对他 对孔夫子是很尊重 给他很好的房子住 共有他很丰盛的衣食 但是魏宁公这个人是比较昏庸的 他没有重用孔夫子 就把他很丰富的把他供奉起来 但孔夫子觉得这不是我的本意 我周游列国目的是要实现理想的 所以他就觉得浪费时间 他就带着他的弟子 就悄悄的离开了魏国 想要到其他国家去 那么孔夫子带着他的弟子的团队 到了魏国的边境的时候 他发现了一件事情 就是魏国的守护的军队判军 准备要叛乱 要推翻魏宁公 那么这个在孔夫子之道里面是不允许的 在夫子之道 他认为说 你出生的时候 你就有你的定位 精心成成夫妇之子 这不能改变 这是天命 精神之旅是不能抗拒的 除非这个国君有上德 所以这个王室衰衰 但是并未上德 你不能推翻他 所以这个国君是昏庸的 无能的 傻傻的 但是他没有上德 他没有就是败德的事情 你不能推翻他 所以这个 这个判军要推翻这个魏宁公的时候 就违背了夫子之道 孔夫子就准备 跟他弟子说 我们先不要到其他国家 我必须把这件事情告诉魏宁公 让他准备一下 那么当孔夫子要回到 魏宁公的国度的时候 被判军发掘了 就把孔夫子围起来 他说你要去哪里 他说我要回去魏宁公的国度 他说你一回去 你就把事情告诉魏宁公了 那他就有所准备了 我说我们不能同意 那如果你不回去告诉魏宁公 你现在就走 我们就放你走 孔夫子说那好 那我们到其他地方去吧 我们就不回去了 不回去以后 他们就一个团队就离开了这个边界 那么走了走 走一段路以后 孔夫子就跟子录说 你现在掉头 我们还是为魏宁公的国度去 那子录就说 那夫子你要干什么 他说我们还是要把这件事告诉魏宁公 那子录就疑惑了 说我们跟人家所做的盟事 能够毁约吗 孔夫子说 所谓的盟事 要双方要心甘情愿 你把刀子夹在我脖子上 这种盟事是不用去遵守的 那么这个地方 其实夫子知道跟我们佛法的道理是相通的 就是非依勒所作业 这跟我们不增长业是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孔夫子对这个业果的道理也是非常了解的 因为这个盟事的刚开始的阴地不是我心甘情愿 你拿刀子威胁我 所以这个盟事不能成立 那么在佛法的角度 你要形成增长业 一定要出自你的意志力 你主动的意志力 而且是次数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去做 不管善业恶业 对我们男生有强大的引导 这个是所谓的增长业的三个条件 那么九回所损业 十对日所损业 前面的八个是就着造业当时的心态 来安利不增长业 这以下是你业已经造了 这件事情造了 你年轻的时候糊涂造了 那么你事后 你怎么样去做一些补救 我们往往到了晚年 才知道年轻时候的糊涂 那么我们曾经在年轻的时候 造了很多增长业 那么我们害怕这个业临终的时候 显现出来 我们怎么做一些事后补救呢 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忏悔 第二个修止观来对止 对止 好 好